這間倉儲的窗戶內不停冒出火蛇 濃濃黑煙直傳天際 消防人員貨爆後 趕緊現場立即布水線進行關救 26號凌晨1點多 位於新北巴黎台北港 這間物流倉儲突然起火燃燒 由於內部擺放很多板金烤漆的油漆桶 起火後或是瞬間延燒 消防人員絲毫不敢大意 抵達事先確認倉儲內沒有任何人 就立即從外部射水罐 就並同步破壞鐵門進入強救 那主要是燃燒是有三部車 尤其一部是燃燒比較嚴重 全毀它下面是有一個工作潮 索性消防人員到場後 在一小時內控制撲滅火勢 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不過由於施工區的員工 才剛下班沒多久就釀成大火 起火原因是否與員工操作施工有關 還需要火調人員調查才可釐清 在哪兒